前几天腌鲜肉的视频火了 大家还是担心腌出来的肉会臭 会长中看到很多朋友喜欢 今天我把视频做详细一点 腌鲜肉我还是喜欢 全肥瘦相间的五花肉 腌和肉的比率 我觉得十斤肉放在两盐就可以了 要不然会太咸 炒盐的大料也很简单 辣椒干 香烟 芭蕉 一把花椒 用小火炒出香味再亮亮 腌肉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水去洗 也不要沾到生水 直接撒盐 里外一定要涂抹均匀 和我这样反复的揉擦 肉的每个缝隙都要揉擦到 我和上次一样 在几块抹好盐的肉上面 加了点老抽做酱香味的 腌肉的盆里面 也一定要记得擦干净 不要用生水 剩下来的盐也可以撒在腊肉上面 记得撒上一点高度白酒 这样腌出来就不会长出 晒出来的咸肉更香 放在阴凉地方腌三天就可以了 稍微大锅的开水 把腌好的咸肉放进去 烫个两三秒钟 这样晒出来颜色特别漂亮 晒的时候喷上白醋 这样才不会生虫 夏天温度高 只要晒三天就可以 有喜欢吃腊肉 没时间做的朋友 我给大家推荐 这款四川风味的烟熏后腿腊肉 腊香味特别浓 一片就能吃好几碗米饭 一片就能吃好几碗米饭